负资产噩梦重臨 本港第三季负资产个案案贵急增近9倍 业界提醒 楼价仍处于回调阶段 按揭乘数越高 楼价下跌时所承受负资产的风险亦会较高 由于楼价情跌势 一众有意上车的买家亦打算 执平货 部分亦转审慎态度 但若楼价跌势持续 有港男在网上向网民请教应否买楼 到底现时是否入市好时机 又怕自己辩赴资产 野来大众讨论 一名港男在连登讨论区上 以老老实实两头cash月入9万 现在应不应该入市为题 询问网民自己应否买楼 楼主表示 虽然铁业叫叫书返不少 但见到楼跌很兴奋 应不应该等到楼市足底回升 先买楼好 想23年底前买结婚用 又怕一入场辩护资产 该名港男看来已有买楼心水 又指 想系新界西斜线 九龙西上盖 20年内寄楼有没有推介 但有网民认为 港男计及与女友一起才有9万月薪 在楼价低时入市即未必能功得起楼 建议他未有入市较好 经落案揭转介表示 第三季负资产个案案 贵急增近9倍 提醒楼价 仍处于回调阶段 案揭乘数越高 楼价下跌时所承受负资产的风险 也会较高 又建议有意置业人士避免借太盡 并要应量力而为 入市前而根据自身经济能力 选择合适及可负担的单位 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 楼市交投低迷 楼价跌势亦持续 市案补数字全线下跌 而现时楼案市场气氛观望 加上加息阴霾下 未来公楼利息开支及压力测试将有所增加 多个利淡因素充斥底下 市民入市月见谨慎 料金桂楼案市场将继续下调 全年案保数字案年回落预两成 美联 11月二手住宅注册量跌至2500多宗创 近三年新低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 及研究中心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 11月二手住宅注册量62512宗 较10月2624宗按月下跌约4.3% 并创至2020年1月后的34个月 近三年新低 更重要的是 二手住宅注册量已连续5个月低于3000宗水平 可见近数月二手交投情况相当淡静 而对上一次出现同样情况为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 当时连续6个月低于3000宗